今天的内容我们要撕开人性的遮羞布 内容太过真实,我怕你接受不了 钱是检验人性最好的东西 张口就是道德和情怀的人 往往都用这个道德标签劫持别人 然后悄悄实现自己的利益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敢于去跟对方谈钱 很可能就被他的人意道德的幌子给利用了 比如他跟你大谈特谈无私 可能目的是用你的无私来满足他的自私 比如他跟你大谈特谈兄弟情 很可能是让你对他多讲情 因为情多了,钱就可以少给一点 这个时代越来越敞亮了 大家也都是有精力的成年人 就不要再遮遮掩掩了 好的公司要谈钱,好的婚姻也要谈钱 钱在哪里,员工的心就在哪里 钱在哪里,女人的心就在哪里 公司,家庭,夫妻,孩子 一切矛盾的根本在于利益分配的问题 利益分配解决,一切表面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没错,谈钱的确庸俗 但成熟的过程就是直面各种庸俗的过程 所谓的浪漫不过是把各种庸俗 修饰的看起来美好一点而已 钱不是成功的全部 但只有涉及到钱,才能看见一个人的真心 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否你值得自己去为其付出 什么是好朋友 什么是好爱人 什么是好老板 一个最简单的标准 能开诚不公的谈钱